梦夺绝杀,要新加10拿10分,广东灭新疆有收获,新兴3分9中711月4日晚,CBA联赛多场比赛进行,焦点大战在广东队主场迎战新疆队中进行,一间连由于受伤,无缘出战,但是广东队主场发力,首节就取得多达11分的优势。 第三节比赛,新疆队疯狂反扑,阿布布沙拉木、亚当斯还有于长洞都有出色发挥,第三节末尾凭借着于长洞的三分球,一度反超了广东,该节末尾,新兴度润望投进压哨三分,广东占据得弱领先优势,末节广东队占据着领先优势,但是新疆队的追分效果,还是十分明显,比赛打得十分胶着,阿布都沙拉木关键得分。 三分后,末节新疆竟然反超广东,不得不说,杜润望在比赛第四节还有出色发挥,在新疆反超比分后,杜润望还展现大心脏,投进三分球,这已经是他本场比赛第五个三分球,胡明轩投进两分后,紧落后一分了,新疆失误,任俊飞投进两分,广东反超,不过此后亚当斯投进三分,107-105, 赵瑞二罚命中,广东将比分打平,阿布都投进两分,杜润望三分未果,25秒时间,广东采取犯规战术,随后剧情十分波折,新疆二罚全中,杜润望投进个人第六个三分球,比分110-111,还有16秒,最后是可态戏句话,新疆二中一,杜润望投进三分反超, 任俊飞犯规,新疆二罚中一,比分113平,随后进入,加十,98年小将杜润望,已经三分九中吸拿到25分,加十赛赵瑞有不俗表现,先投进两分,后完成二加一,此后再次命中中投,亚当斯投进三分,比分再次打平,此后赵瑞投进两分,亚当斯也投进两分, 再次平分,此后罚篮,第一罚偏出,第二罚投进,广东领先一分,此后新疆只能犯规,孟多两次罚球命中,但亚当斯投进三分,继续平了,孟多完成绝杀,赵瑞加十赛统治加十,加十中拿到十分,最终四十分十注攻五篮板无强断